然后接下来我再看 除了一个连续型数据 还有什么 还有离散型数据吧 在这个离散型的数据当中 我们是不是还得考虑一些这个问题 离散型的数据咱们该怎么办 是不是你也得给我想一下解决方案 那离散型要咋办呢 咱照样里去做吧 看一下吧 有这样一个属性 整体材料的一个质量 这个东西质量怎么来的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它里边给你评了一个等级 12345678910 越低级的可能就是一个 按照咱们这个话来说 就是毛皮房 简单装修 普通装修 中等装修 高级装修 精装 豪华 昏房 是不是 感觉这个概念 所以说看一下吧 不同的属性值 对结友来说怎么样 看了一下 对于不同的一个等级来说 发现这样一个事吧 等级越高 房屋价格肯定是越贵一些吧 这是当前的一个结果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box plot吧 然后上面这些还有一些点 这点什么意思 咱讲那个map plot的时候说过吧 这是一个离群点 怎么算的 咱也之前说过了 中位数最大值最小值 这就是咱当前的一个指标 这个呢 就是看了一下 咱们整体材料质量 它对结果的影响 只要我们观察出这个东西 它是有影响的 我们一会儿呢 见门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特征 给它搞出来 这里你看 就是我们看不同的一个属性 对结果影响的时候 对于这些离散纸 咱们是画什么图 核图吧 所以说 对于这些属性离散的 咱们用核图来展示是比较清晰的 你看 这个东西画起来还是稍微的 不是稍微的吧 差不多 还清晰一些吧 这就是咱们用核图 算看了一下 咱们的一个质量 对结果影响 还能看什么 这里还有个指标 就是一个原施工日期 我也拿出来了 这个原施工日期 拿出来之后 我天哪 这个值太大了 你看这个从哪年建的楼都有 198几年的 198几年的楼都有 199几年的 然后2000年的 都有 但是这个属性蛮奇怪的 其实你看 就是我觉得 可能是越新的一个楼 它价格可能越高 但是呢 对于对国外来说 它们是不是崇尚历史 可能就是 这什么原因 国家原因 历史原因 民俗的原因 这些都不好说 你看就是左边 历史悠久一些 价格可能偏贵一些 中间呢 也偏贵一些 然后啊 就是从这个 193几年啊 到这个199几年吧 198年那个样子 这段时间房子 最不值钱 可能就是分这几个档 这中间是一个老房子 左边呢 它什么 左边它是一个 古董房子 右边呢 是一个现代化房子 所以说啊 这个就是离散值 它的一个代表 然后你说 这个离散值怎么办 我们也可以想一下思路啊 就是对于离散值 不是 对对对 对于这些离散值啊 我们要不要 给它再进行分组啊 比如说 19 从这个1872年 到1990年 我分一个组 再分一个组 再分一个组 化分这几个区间 是不是也可以啊 这些啊 都是我们一会儿啊 可以尝试的一个目标 这会儿呢 就看了一下 不同的一个年份啊 对结果还是有影响的 然后现代的一个房子啊 可能价格贵一些 古董房子啊 可能也贵一些 大致啊 是这样的一个分布的 然后呢 这里还有其他的指标 这些指标 不给大家一个去看了 还有很多个属性 这些属性啊 到时候大家都可以 自己在数据当中啊 实际的观察一下 然后再来看这个东西吧 看一下 咱们这个特征之间 它的一个相关性 这个特征之间相关性 咱来看吧 在这里我可以看一下 对于这些特征啊 哪些和价格是最相关的 我就关心一点吧 什么对我价格影响高 我就可能用什么 是吧 这么多特征啊 不一定全用吧 太多了 所以说选一选吧 咱在这里干什么 做了一个相关系数的矩阵吧 这个相关系数矩阵啊 咱再用CBREM当中的热度图 再给它画出来 这样呢咱就形成了现在新的一个结果 你看 这个图就表示着咱们当前的一个结果 它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啊 这个图太大了 我这个看不完了 这个东西太多了 咱看下面这个小的吧 下面小什么意思啊 选了前十个 跟我的一个出售价格 它最接近的相关 就是跟它相关系数最高的那蛇指标 再给它画出来 就是得到了下面这个图 怎么画的 在我的这个相关系数矩阵当中啊 调它的一个属性 nlogist 然后呢 传进了一个个数 选择哪个指标 然后把它的所影值拿到手 这样呢 有它所影值之后啊 我再构造 这样一个混淆 再构造这样一个矩阵 再用CBREM CBREM.headmap 把我当前数据传进来 然后呢 这块啊 你可以指定的是什么 你可以指定的是你的一个Color Map 就是你的一个颜色 是什么样子 你愿意用这种蓝色的 就用这种蓝色的 愿意用红色的 粉色的 黄色的 还有黑色的 愿意用什么颜色啊 这些啊 都随意了 下面呢 我就是把当前啊 咱的这个结果给拿到手了 结果当中 热图里 咱就选了10个最相关的 最相关的属性啊 你说一会儿咱要不要用啊 讲道理还是要用的吧 先看一下 哪些属性啊 是咱有的 咱一会儿呢 就可能去用 再把这个属性干什么啊 在CBREM当中 有个PiePort吧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图 给它画出来 你看 我再画了一个图 得到了下面的一个结果吧 在下面的结果当中啊 你看 这些 就是我整理的分布吧 几个属性啊 我看一下 选择了几个最相关 一二三四五六七 选择了六个 跟这个咱们的房属数价格 最相关的 然后呢 看了一下 它的一个三点图 长什么样子 基本上啊 都是呈现出来了 一种相同的结果吧 越大越大 是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PiePort的这个图画比较小 简单来看一下啊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就是 说我们现在对数据啊 大概了解了一下啊 咱有哪些指标 只是粗略的看一下 数据太多了 咱一个个看啊 实在是来不及了 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啊 再看一下什么东西 观察一下 我的一个缺失值吧 看一下 我的一个数据当中啊 咱们的缺失值 一共是有那么多少个 找一找缺失值的一个情况 看一下吧 现在我虽然怎么算的 在我的frame当中 it's not sum一下是吧 每一个指标都去sum一下 看一下 到底哪个缺失最多 然后缺失最多 缺失值算完之后啊 再除了什么 再除上啊 咱的一个 就是总共的一个 总共的一个个数吧 这样咱就能得什么 这样咱就能得到的是 对于当前 我的一个指标来说 咱的一个百分比吧 百分比拿到手之后啊 咱再可以把这个百分比 给它画成一个图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来看一下吧 这是对于一些属性来说 总共的缺失值是有多少个 缺失的一个占比 有的甚至缺了99% 有的缺了96% 有的缺了93% 我天哪 这个东西啊 缺失值有的特别多吧 但是有几个特别特别多啊 但是其他的大部分啊 缺的还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的缺失值啊 咱是可以进天充的 比较多的缺失值啊 咱要么天充 要么就是你给它去掉也行 因为这个指标 确实啊 它也没什么含义 咱一会儿填也行 然后去掉也行 这样呢 咱就现在啊 对这个数据啊 大概知道了 它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 一会儿呢 我们要分几步走 就是按照咱最开始 说的这几件事 来去实际的做一遍 现在啊 我只是大概的 给大家简单的 过了一下咱的一个数据啊 大致的一个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 接下来啊 咱们就来实际的 做一下这个东西吧 按照咱们的流程 然后呢 第一步还是先把数据读进来 然后第一块啊 先看了一下 数据的一个shaper值 也就是啊 先先清楚一下 咱的数据啊 是多大的 然后数据当中呢 有一个指标叫ID 12345678 它是没用的吧 所以说啊 咱现在给它去掉 在寸当中啊 这会儿引入了一个测试戟 测试戟啊 咱暂时还没有用上 在圈移当中 直接的给它drop掉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看一下吧 咱现在是不是 都是1460 然后80 然后80 打给这个样子 80来个例 这80多个例啊 看起来蛮多的吧 然后再来一个 去解决问题吧 这个数据就不说了 解决第一个问题 什么啊 有离群点 是吧 刚才再发现了 有这样的离群点 那怎么办呢 发现离群点 是不是就得干掉离群点啊 你看一下吧 在这个图当中 如果说你觉着 大于这个4000的 那可能是一个离群点 直接把它删除掉 这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啊 把大于4000的这些离群点 直接啊 给它干掉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删掉完之后啊 咱再来画这个图 是不是离群点啊 它就少了一些啊 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啊 就是指定这样的指标 你看什么叫离群点啊 它冰点啊 咱是这么定义的 就是 我们去删的时候怎么删啊 第一个是看X轴 第二个看Y轴吧 X轴来说 它就是这个面积大 然后它这个价格低 所以说它是离群点 然后呢 价格高 然后它这方向面积大 这是离群点吧 这是正常的一个数据啊 可能它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个点 可能是统计错误的 上面这两个点 它可能照样是正常的 实际数据啊 就这样 所以说要去除什么样的点 去除右边的这两个点 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面积了 就是这个面积了